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生男生女的機率相等 那X表示兩個孩子是一男一女 那Y表示什麼呢 第一個是男生 第二個是女生 他的機率 那他會說下列哪一項是錯的 我們看看X等於多少 X這個機率一男一女有可能第一胎生 第二胎生女 有可能第一胎生女 第二胎生男 那這個機率多少呢 第一胎生男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第二胎生女的機率也是二分之一 第一胎生女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第二胎生男的機率也是二分之一 那這把它加起來說X等於多少呢 這四分之一就是四分之一 一加四分之一 這個是等於二分之一 所以X等於二分之一 那Y的話是第一胎生男 第二胎生女 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Y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X是Y的兩倍 我們看他會說哪一個是錯誤的 A選項 他說X大於0 這個對啦 因為X是二分之一 大於0 這個是對的 B X大於Y 這也是對的 這二分之一 這是四分之一 上看C選項 C選項 他說X等於2Y 這個對 我就這個 等於2Y 這對 上看D 他說X等於Y 這錯 這是錯的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D 因為他要選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D